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七十四集 范贤几个人首先去的是姨贵妃那处 这位贵人那是本朝三皇子的生母 母姨子贵 所以从财人生了贵妃 范贤规规矩矩的行礼 然后听着一个温柔的声音 起来吧 这位姨贵妃生得肃静 不过也只有肃静儿子而已 完全没有范贤想象中的力不可言 大大出乎范贤意料的是 柳氏竟是双眼微润看着姨贵妃 两位妇人金池一礼之后 竟是顾不得李树牵着双手相看无言 范贤将疑惑的目光投向妹妹 弱弱满脸平静 却根本毫不惊讶 听了会儿说话 范贤才知道 原来这位姨贵妃竟然是柳氏的堂妹 范贤心头无比震惊 这才知道 原来柳家竟然是根基如此深厚 幸亏自己入境之后 执行的是随境政策 而柳氏带自己也算温柔 不然双方真起了冲突 还真不知道谁死 你也老不进宫来看看我 姨贵妃失去眼角泪花 埋怨道 都已经四年了 你也忍心将妹妹一个人丢在这宫里 前几次好不容易请了纸 找你入宫陪我说说话 那知道你竟然不肯来 真是气死我了 柳氏脸上闪过一丝黯然 半上没有说话 缓了这儿才轻声说道 怪我 都怪我 他没有看范贤一眼 但范贤却看着柳氏略显瘦弱的双肩 眼中闪过一道异色 他听着姨贵妃说的四年 非常敏感地想到了丹州的那次刺杀事件 依照父亲的说法 这次刺杀事件 柳氏只是个替罪羊 真正的幕后黑手 是宫里最为高贵的那两个女人 柳氏四年不进宫 难道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以后我会常进宫来看你的 柳氏温和地笑了笑 牵着姨贵妃的手 今儿不是来了吗 姨贵妃 啊 转会为笑 轻声数落道 要不是你们范家的大少爷 要去宫里最宝贝的那丫头 我可不指望能见着你 他转向范贤这方 温柔说道 你就是范贤呢 范贤赶紧站起身来 轻易脱沉的脸上 堆出最温厚的笑容 一败极地 侄儿范贤 拜见柳仪 这话 很不合规矩 宫女和太监都愣住了 柳氏也有些愕然 心想 我又不是你亲马 但范贤厚颜无耻的乱攀关系 显然很投厌烦了 这个宫中的规矩的 姨贵妃的胃口 这位贵妇 看着范贤 眉开眼笑 果然是个好孩子 这个世界上啊 扯淡的事情很多 但龙共 只说了八个字 便被评判为好孩子 已经快要17岁的范贤 自己都觉着这事情啊 有些扯淡到了极点 这皇宫啊 果然与别的地儿 大不一样 高高在上的贵人们 下判断啊 总显得过于随心所欲 和依仗自己的喜好 范贤虽然一直不知道 柳氏与这位姨贵妃的亲戚关系 但并不妨碍她从婉儿嘴里知道 这位姨贵妃眼下是极得宠的一位妃子 不然也不可能在皇帝陛下修身养性 不尽女色的口碑下 还能生下一个只有八岁大的皇子 宫中闲聊着 这位姨贵妃看来是真的很喜欢范贤 脸上的表情呢 越来越高兴 范贤知情失去 捡着前世记者的几个笑话说来听了 店内顿时响起了一阵银铃般的笑声 范贤发现这位贵妃娘娘啊 性情呢 竟是爽朗的很 不知道她是怎样在这见不得人的宫中 还依然保持这种性情 不免有些意外和欣赏 略说了些闲话之后 日头已经渐渐升了起来 柳氏微笑问道 三皇子呢 姨贵妃叹了口气 说道 那孩子呀 还是怕生得厉害 起床后就缩在后殿里待着 不肯过来 怕是要到吃饭的时候 才肯露露小脸 柳氏哎呦一笑 说道 感情咱们这位三皇子还挺害羞的 虽说主臣有别 但柳氏与姨贵妃毕竟是姐妹关系 所以说话就显得没那么多讲究 姨贵妃伸出细肠的食指 指甲上涂着红红的彩 看着十分有人 她指着梵贤说道 你们家这位不也是个害羞的 正在此时 梵贤的脸上露出微羞的笑容 恰好应了贵妃的这句话 好了 姐姐你和弱弱就在这陪我聊吧 姨贵妃似乎知道柳氏不愿意 去皇后长公主那里 自行坐住留客 那几个公里啊 我让醒儿领着饭贤去就成 柳氏没语间微微一暗 行里头 这如何使得呀 今日奉赵入宫 头一个来瞧瞧贵妃娘娘 本就担心会惹的那几位娘娘不高兴 我入堂宫 不去看望那几位 只怕有些不恭敬吧 姨贵妃听见这话 打鼻子里 哼了两声 说道 姐姐啊 我看你还是不要去的好 本来只是传范贤入宫 你就陪着我说说话 我看着宫里有谁敢说三道四的 姨贵妃是个开朗之中带着一丝憨气的贵妇 但这一发脾气仍然是显得威严十足 整个宫中都安静了下来 范贤轻咳一声 说道 姨 二太太 我自己去就好了 你和妹妹就陪柳姨说会话吧 简他也这么说 柳氏无奈应了下来 和那名叫醒儿的宫女 送范贤到了宫外 轻声叮嘱了一些注意事项 又不易察觉地转到范贤的肩旁 用文艺般的声音说道 宫里上上下下都打点道了 各宫之中都有人接着 你不要太紧张 范贤心头一力 应了下来 回身只见妹妹也跟了出来 正面带鼓励之色 看着自己 无来由心头一片温暖 微笑着想道 张母娘看女婿 向来只有越看越喜欢 何况自己生得如此漂亮的臭皮囊 对付几个宫中怨妇 还不是手到擒来呀 当驸马候选人 离开了姨贵妃居住的宫室 柳氏向范若若叮嘱了两句 便和姨贵妃进了内室 姨贵妃悠悠望着她的双眼说道 四年前就劝过你 不要听那两处宫里的劝 这下好 范贤依然活得好好的 你却冷透了范大人的心 姐姐呀 你聪慧一世 怎么就当时犯了糊涂呢 柳氏正在了原地 半上说不出话来 眼神渐去幽远 轻声说道 娘娘也清楚 像我们这些做母亲的 不就是为了自己的孩子着想吗 三皇子如今年纪小 你还可以置身事外 再过些年 只怕你就会明白 我当时为什么会犯下此等大错了 姓儿呢 是个眉眼清顺的小姑娘 大约十三四岁 范贤雨她一路在皇宫里行着 发现这小姑娘脑袋呢 一直滴着 忍不住打去道 脚下的路 看不清楚吗 姓儿姑娘嬉戏一笑 露出岁玉立般的小牙齿来 说道 范公子 宫里还是少说些话 范贤苦笑着摇了摇头 都知道皇宫里的规矩大 没想到连小姑娘家家的 都这般谨慎自持 范贤跟在姓儿的身后 看着她身上的宫女服 眼光在小姑娘 这个尚未发育成熟的腰身上 扫了一下 马上转移到了皇宫的建筑上 她的脸上带着微笑 大脑却在急速地运转着 力图将这些繁复的道路景色 牢牢记在脑海之中 为日后那件事情做好准备 一路金花果树 彩石年草 皇宫虽大总有道的时候 殿余虽多 但并不是每间都得宏大到耸动 看着面前的安静院子 范贤深吸一口气 随着宫女醒而走了进去 这里是二皇子生母 姝贵妃的居所 这位贵妃呢 看样子倒是个爱清静的 院子也被打扫得极素雅 除了几株粉粉花树之外 并没有别的什么装饰 一道竹帘 掩住了里面的一切 却掩不住书卷香气 庆帘而出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 严道之为您播讲的 长篇穿越小说《庆云年》 休息一下 欢迎您继续收听 拜见贵妃娘娘 范公子请坐 没有多余的寒暄 范贤与这位淑贵妃隔连而坐 没有什么先兆 淑贵妃忽然轻声问道 万里悲秋常做客 范公子少时常在丹州 莫非以为京都只是客居之所 范贤略感愕然 正色而达 以此为发端 他与贵妃坐而论道 道尽天下经书子集诗词歌赋 直到两人嘴都有些干了 才极有默契的住嘴不语 范贤有些后怕 实在没想到 这位二皇子的母亲 竟是位皇宫之中的才女 见识极为厉害 自己都险些应付不过来 他不禁想到 这样一位妇人 所教养出来的皇子 又会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不要紧张 舒贵妃的性情极温柔 隔着竹帘 隐约能见 她的头上只是一只木叉 肃静地与着皇宫格格不入 婉儿自小在皇宫长大 陛下说她为一女之前 我们这几个没事做的女子 便把她当女儿再养 皇宫上上下下的人 没有不喜欢她的 所以范公子要去宫里 最宝贵的珍珠 我们不免要多看看 范贤背后饮有冷汗 虽然平时也有所了解 但今天才真正感受到了 自己未婚妻 在皇宫中的地位 舒贵妃温柔而又清淡 对于范贤的谈吐 似乎也比较满意 隔了赏便让范贤退了出去 只是临分离前 她轻声说道 本宫喜欢看书 陛下也为我搜罗了一些真本 我已让工人们 捡其中最珍贵的抄了几分 范公子此时要去别的娘娘那里 我让人送去以贵妃出吧 范贤心头一领 知道这是份厚礼啊 知道这位贵妃娘娘是在替二皇子送礼 不敢多言 沉稳深深一礼退了出去 除了舒贵妃的小院 范贤抹掉额头的冷汗 前方带路的宫女醒儿 却与她有些熟了 踮着脚在走路 一蹦一蹦的回头看着她的神情 好气问道 今天不热呀 范贤苦笑着摇摇头 今日入宫 本来以为只是礼节性的拜访 大力知道 竟是比电视还要紧张一些 想来啊 宫中的这些娘娘们 对于林婉儿嫁给自己 很好奇 所以要看看范贤的文才 武才 接下来呢 二人去了大皇子的生母 宁财人处 范贤知道 这位妇人呢 虽然位分不高 只是为财人 但从婉儿处知道 只是因为她东夷人的身份 所以范贤反而刻意 格外的恭敬些 宁财人年纪将近四十 却依然是风韵犹存 眉眼间的风情 确实极有冬仪女子温柔感觉 这些年大皇子 一直在西满处戎边 她膝下无人 不免有些寂寞 好在林婉儿在宫中的时候呢 常来这处玩耍 所以她对婉儿的感情 又与别的娘娘不一般 只是她冷冷看着范贤 凤眼一寒 说道你就是范贤 范贤知道 这位贵人 当年可是在战场上 救过皇帝为侠 又养出一个能争善战的皇子 本身肯定也是极有威严之人 倒也没有惊恶 平静应道 正是下沉 嗯 宁财人打量了她几眼 出乎范贤意料的 没有说什么 只是冷冷地说道 好好戴婉儿 范贤喜欢 这赶紧俐落的感觉 大喜应道 请娘娘放心 牛兰街内市一定有蹊跤 我可不信你能杀死一位八品高手 宁财人打量着她的身板 冷哼了一声 看你这瘦弱的模样 怎看也不是个能武善战之辈 范贤一正 心想莫非刚考完文学之道 这马上又要考武学之道吗 这是娘娘您这四十岁的贵妇 主臣有别 这个男女有别 总不至于青灰粉泉来垂自己吧 不过既然叶灵儿自称不是你的对手 也就将就了 行了 今天就这样 你去别的宫去吧 别耽搁太多时辰 说完这话 宁财人竟是再无他言 直接将他赶出殿去 范贤摸着后脑勺 看着紧闭的木门 心想皇帝陛下 真是个有福之人呀 身边的这些女人 竟是如此的丰富多彩 有宁贵妃那般娇憾明朗行 有淑贵妃那般知性淑女行 居然还有宁财人这般野蛮女友 不过先前就知道 淑贵妃才学实在厉害 这位宁财人 只怕也是个外粗内戏的角色 加上深不可测的皇后 陛下能够将这些女人放在一个大屋子里 安安稳稳过了这么多年 不得不说 这位庆国的皇帝陛下 手段真是极为厉害 至少 范贤自存 没有这种本事 依然是走在皇宫之中 范贤又见了几位娘娘 说了些闲话 得了些赏赐 不免有些逆烦起来 但她的脸上不敢流露出丝毫表情 这可是在皇宫里呀 谁知道旁边的那个小太监是谁的手下 那边正在摘柳枝的小宫女 又是谁的心腹 自己的厌烦 如果被这些人瞧着去了 这些人再耳语给他们的主子 他们的主子 再在陛下的枕头边上吹吹相风 自己能好过吗 就算自己和陛下 是喝过茶 聊过天的交情 也只能挨一闷棍 无法自便 但想到 接下来要见的这几个主啊 范贤心里早归平静 甚至多了一丝阴冷和酷意 只是看着这宫殿的眼神 还是微微笑意充盈 似乎十分期待 姚华宫比别的宫殿院落 都要大许多 吐了自己的重要性啊 对于宫里这些贵人来说 四年前杀自己 只是很小的一件事情吧 时光后继婚姻的 长篇穿越小说《庆云年》 如果您喜欢这个故事 欢迎点赞 转彩和打赏 本集故事就到这里 感谢收听